放眼望去 玄奘大学自立书宣干净又整齐 空间还很宽敞明亮 清幽的环境搭配落地窗外的绿色景观 环境非常舒适 不管是在这里看书或是自习都是一个绝佳的空间 这一次呢就采用比较新式的一个改造 那参照的相关外面的学生喜欢的休闲的餐厅啊 或是说星巴克啊等等这些咖啡厅的一个构想呢 然后放到学校来 所以学校规划的有沙发区 也有团体的一个讨论区 同时呢更有高脚座椅 可以面对我们外面的景观窗 看到崭新的自立书宣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别 也给学生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玄奘大学一名学生就指出 这样的环境真的会吸引他多多到自立书宣来读书 今天看到变成这样其实我觉得非常压抑 因为以前是不太会过来这里读书的 他现在这边空间变得很宽敞也很明亮 我觉得这对于要考书班或是要评国考的人来说 这都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这会让我以后想要有空的话就过来这边读书 宗教与文化学系主任召会法师 在落成仪式上也预告了未来台湾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 相信在自立书宣创造的良好环境下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这次的台湾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是非常荣幸 不但是校内跨院系的老师一起加入 还包括了说这些校外的国内还有海峡两岸 乃至于是国际间的一些很束缚盛名的学者 大家都愿意共襄升聚 崭新的自立书宣规划完善 几乎可以媲美外面的咖啡馆 但绝佳的景致与清幽的环境 又是外面的咖啡馆比不上的 未来自立书宣会24小时开放 也会搭配APP提供人性化的阅读服务 大大提升了玄奘大学师生的幸福感 记者林彦斌 实习记者林新宇新竹采访报道